我们开始了 开始了 OKOKOK 来 大家好 So 我是法德翁 今天呢 我们现在在Slyn Dock C180 车到SPA公这边 来给大家看一个男性客户 他32岁 So 之前呢 烦恼是什么呢 其实没有任何的毛病 也没有健康上的问题 只是他觉得身体比较臃肿 然后很怕会变成Uncle Dock 然后想要很快的去看到 减肥的效果 之前有做过运动啊 还是结实啊 因为很多 其实很多顾客呢 都有这类型的要求的 因为他们透过了运动啊 或者是食物上的改变啊 都没有看到很好的效果 他们就放弃了 OK 来这边的人呢 很多也是为了身形要变得更美 所以这个客户呢 在短短的两个月里面呢 在没有很大的去调整他的饮食 跟没有去做激烈的运动之下呢 只是在我们的这个Slyn Dock那边 做了两个月的护理呢 可以看到了身形上的改变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之前的肚男是很大 OK 然后我们的Levan 就是他旁边的那个肉堆啊 所以这个是两个月过后 你看到的就是 他已经小了很多 你可以看到 所以之前呢 有可能穿裤子啊 他就会跑出来这一个 Levan的 现在都缩小了许多 OK 所以你看到之前的肚男呢 是好像水桶苗这样 OK 然后这一边就比较臃肿了 然后现在呢 都比较小了 小了许多 就穿衣服呢 那一块肉呢 就不会那么的突出 嗯 然后就是 自己也呢 对自己的身心呢 也 confident 就是比较有自信 So 其实我之前也是有那一种水桶苗的问题啊 最主要呢 我们的饮食这方面呢 我们的都是很多的淀粉啊 然后很多的那一种甜啊 糖 糖分的食物啊 都会导致到我们比较容易 领基我们的那一些啊 内脏脂肪啊 跟我们的皮下脂肪 在我们的咬间的 OK So 这一部分的这个啊 脂肪呢 也是 很难的去 减少它 或者是去除它的 你要有很discipline的 diet control 或者是exercise 把很多的客户啊 就是想要看到更快的效果呢 所以来我们SIMDOG呢 寻求有效的护理 So 现在我们来看看他在做什么护理 OK 哈啰 你好 嗨 你好 So 现在我们在做这个直播 OK 在这边你大概做了两个月的疗程啊 说法你 我们在照片上 也看到了你的这个效果是 啊 水桶腰也变小了 你看这个 那肯的齁 所以他穿衣服的时候 他这一边裤子窄一点的话 他的肉块也不会那么突出 所以其实你 你来这一边做护理的目的是什么呢 呃 不要看到水桶腰这样子 不要看到水桶腰啦 OK 然后啊 你本身自己有之前 还没有来做treatment之前啊 嗯 你有没有去任何地方啊 做过什么护理这样的吗 呃 没有啊 没有啊 然后因为你有听说过 好像最近他们有比较快的效果 就去打针啊 还是什么这样的吗 呃 也没有这个 也不敢去尝试啊 对 所以你看啊 我们呢现在护理师 在做了这个atomic blast啊 它是没有轻蔑性啊 然后它可以在 啊 我们就是target的部分啊 尤其是好像你 有可能你的啊 想要减肥的部分 不算是在这边为主的话 对 那我们在这个疗程呢 就会对症下药 在哪一个地方啊 你比较想要看到效果的地方呢 我们都会在focus在那一边 嗯 然后其实最主要这个atomic blast的疗程呢 它可以透过我们的皮肤的表层 去到里面的那一个啊 啊 深层里面呢 去把那一些顽固的脂肪啊 嗯 它正随它 嗯 就是去到我们的那个啊 啊 就是因为我们有内脏脂肪啊 嗯 跟皮下脂肪等等啊 嗯 所以有些人呢 是讲啊 去抽脂也好啊 其实是抽那个皮下脂肪而已的 嗯 它不能去动到内脏脂肪 嗯 那so far你做了你有什么反效果 或者是副作用的吗 没有 做法ok了 做法ok了 大概几次过后你会感觉到 看到那个改变的 嗯 有三次 三次过后你就会看到改变了 对 okok so 啊没有任何的疼痛啊 或者是 啊还是副作用好像啊 撈腮还是什么是没有 没有没有 那些都很正常的 嗯 因为有些人就觉得 哦 要等到好像很肥啊 嗯 很吃肥才 才来做这种护理啊 还是什么啊 so其实是 不需要 有些人就觉得 哎要是可以身形更美啊 其实就可以开始来做这类型的护理了 ok 那谢谢你 可以 来我们来这边慢慢进去 所以呢 其实呢 我们在这一边呢 我们有不同类型的护理 这个就是我们的Ostraset 刚才是atomic 然后我们还有em啊 等等的语气 ok 最主要的是什么 我们是一站式的啊 瘦肾中心呢 不只是单子 不不单只是帮你塑造更好看的身形 最主要的哈 就是帮助你减少你体内的脂肪 除了这位先生之外 他是没有任何的病痛 他只是要给自己的身形比较美 穿衣服比较好看 然后啊 比较有知性 然后在短短两个月里面呢 其实根据他的讲解呢 其实三次的疗程过后 他都开始看到的改变了 so 其实在我们这边呢 我们用的所有的瘀器 都是韩国引进来的 没有经历性 没有副作用 最主要的就是 要给客户在这个治疗的过程中呢 是感觉到很舒服 安全 挺有效的 ok so 很多人讲 你们有没有排汗的疗程啊 或者是 啊 那一种给我们的身体出水啊 还是什么 可以我们的体重那一边呢 看到更快的下降 你要知道 其实我们身体的体重呢 最主要是我们的 啊 就是脂肪啊 或者是 muscle mass啊 等等 so其实呢 你要假如要对症下药的话呢 你是要减少体内的脂肪 而且要增加你体内的肌肉的 因为当你的肌肉增加过后呢 它会提高你的身体的基性陈代谢 就是有可能你的肌肉增加过后 虽然你吃跟以前一样没有什么改变 可是因为肌肉增加 新陈代谢也提高了 在这个情况下呢 你会看到虽然你没有太大 改变你的饮食呢 可是你的那一个啊 体重也会下跌了 可是还有另外一个要提醒大家就是 肌肉其实是比我们的脂肪更重的 所以有些人做了那个疗程 好像我自己本身看到很大的改变 就是我的身形也是改变了很多 比较瘦了 可是我的体重并没有降很多 只是维持 为什么 因为肌肉量也增加了 在我们这边呢 我们会给我们的客户呢 去做体验 就是那一个 in body test 然后看看体内的那些脂肪啊 肌肉量啊 的改变 所以呢 客户呢 可以在治疗的过程中呢 去check自己 就是去检查自己的 肌肉量有没有增加 然后脂肪有没有减少 等等 OK 所以在这边呢 我们是以医学根据呢 来帮我们的客户 解决他们的问题的 假如你今天想要有更好看的身形 想要有更健康的身体 减少体内脂肪 提高肌肉量的话呢 欢迎你来我们的Slim Dog 因为我们这边的瘀器呢 肯定可以帮你达到这些效果 OK 再给大家看一下 短短的两个月里面 看到的改变 这边 勒分的减少 然后你看他的肚囊也变小了 根据科研的经验 他讲做了三次过后呢 他就看到了那一个改变 OK so 假如你也是想要看到这样的改变呢 欢迎你来我们的Slim Dog Outlet 我们会把那个很professional的consultation给你了解 你需要做的物理是什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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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下 好 那 感谢观看